早期的商人被邀请去各地投资 人生地不熟的,怎么判断 这里能不能投资 第一,看当地的夜总会,够不够繁华 如果够繁华,就说明这里的操盘手 思想比较开放,允许大家赚钱和享受 如果扫得干干净净,那就要小心 说明思想保守,不让大家赚钱 或者赚钱可能也带不走 第二,看当地的律所够不够多 如果律所很多,律所的生意很好 那就说明这里是可以讲道理 律所靠打官司,就能赚到钱 商人遇到谁,愿意打官司 说明打官司有效,那就是有法可理 第三,看当地有没有20年以上的民营企业 如果没有,说明本地人都混不下去 外人就更多